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怎么做黄米馅包子 包子里面的馅是小米和糯米 第一步 准备包子馅 糯米 小米 糯米三杯 大约450克 小米两杯 大约300克 加入凉水 浸泡两小时 两小时后 把米清洗两边 准备煮黄米饭 米锅里加入6杯水 加入5勺白糖 黄米饭煮好了 搅拌一下 让小米和糯米混合均匀 第二步 发面 面粉1000克 干酵母12克 泡打粉3克 白糖一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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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籽油15克 水480克 分多次逐渐加入 白糖一勺 饧面两小时 面团内部呈现蜂窝状 面就发好了 第三步 开始包包子 面团要收拌 白糖一勺 切入半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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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米大纤 切入半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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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入两小时 切入半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把包子盖住 醒发20分钟 包子醒发后 体积有原来的1.5倍大 先把水烧开了 开始蒸包子 包子蒸20分钟 关火后焖5分钟 再打开锅盖 包子压一下有弹性 说明已经蒸熟了 包子皮松松的软软的 里面香香的 糯糯的甜甜的 口感好极了 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您也试试吧 好吃吗 好吃 看你们香 谢谢您的观赏 如果喜欢的话 就请订阅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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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